8月24日早上 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涉嫌刑事恐嚇一名記者案件 在香港西九龍裁判法院许審 法庭裁定表證成立 上午約9時 黎智英到法院應訊 下車後並未戴口罩 以違反口罩令 被保安要求戴上口罩後 妨可進入法庭 現場有團體於庭外抗議 要求法庭重判黎智英 控罪指 黎智英於2017年6月 在維園威脅暗中当事人 會失欺人身遭受傷害 並意圖令他受惊 男事主X的同事证人 Y经出庭做工 只同日約傍晚6時 抵達維多利亚公园 与事主X会合 拍攝期間突然聽到黎智英 高聲叫罵X 表情很憤怒 他隨即开机拍攝 他易述黎智英 曾先后三次以粗口罵X 但忘记确实用語 控方矩证完毕 法庭裁定表面真功成立 被告不自便 亦不传召证人 裁判官将案件 押后至8月28日进行结案称词 合法庭裁定表落 联系统 预定